03年女孩,18岁的我瞒着婆婆家,打了我第一个孩子。 准备去查身体,要备孕了,昨天晚上AT哥把我惹哭了,因为要备孕不可以喝饮料,昨天非得要买,回家让婆婆藏起来。 这不今天又换了个新手机,真是有钱没地方花,有知道的姐妹吗?这种手机得多少码呢? 来我家,拿着开好的单子,前几天开了没去查,是的,没错。 A2我俩订婚的那一年,我俩偷偷打了一个,瞒着家里面的人,因为当时太小不想要,加上刚订婚事业不稳定,再有孩子压力比现在大。 当时自己年龄太小,感觉不出来心疼,现在回想那时候,真的太傻。 但更说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,如果当时生下来,肯定会跟着我们吃苦,希望她不要惯我们狠心。 记得当时都有胎心了,大概四十多天左右,心跳都有了,我们向婆婆坦白了。 婆婆心疼地掉泪,记得当时在手术时,打伤和氧气差不多了,没超过一分钟就睡了。 出来的时候,两个医生驾着我,我自己当时都不清醒,A车在旁边也掉泪了,当时小不懂直接做的手术,其实吃药应该就行。 今天来检查一下看看,怕之前的影响,逼了一会准备进去检查,希望一切顺利。 躺在这个小床上,感觉回到了两年前,现在想想我们真大胆,我们两个自己就这样去了。 检查出来说是有子宫一味,应该是之前打的时候落下,叫杨助理你带着我去县城,再去看一下。 因为之前乱吃东西,很怕以后孩子有影响,所以都要检查清楚,这样才能放心去药。 没去县医院因为人太多了,这里的医生也不错,挂一个号准备去开单子,之前一直没敢大查过,就怕查出来有什么问题。 一踏进这个医院就浑身冰冷,现在让医生去看一下,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? 还是有一点记忆,正在排队等检查,这一个大夫是一个资历很深的,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,这一点也不影响,放平心态就行。